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神中科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3月4日 题目是《改写圣经》 《全新节》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宜 是北欧一个寒冷的夜晚 我刚刚完成了我的港道 一位年轻的女士 站在演讲厅的门口要找我 她还未开口 眼泪已经在眼眶里面打转 好悲伤地说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接着她就指着 这几天我港道所用的港台说 你说的那些东西 听起来的确很微妙 但是我不相信它适用在我的身上 我问她 为什么不可以 你知不知道我做过什么事 她用低雅的声音这样说 不敢看着我 的确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因为这样感到悔恨 我想应该是 因为她让你是如此的不安 那代表圣灵正在试着 将你带回到天父的身边 如果不是 你就完全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向你保证 上帝正在呼召你 她必定会原谅你 绝对不会欺控你 你可以完全放心 但是这位女士都是听不入耳 于是我打开我的圣经 递给她 指着某一章节说 麻烦你帮我读出来 大声点 于是她读出那段经文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义 她读完沉默了 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来 我在外套那里拿了一支笔 递给她 麻烦你帮她用这支笔 在我的圣经上面写几个字 就写在刚刚那段经文的后面 她有点迟疑地接过一支笔 我说 请你在经文的结尾 加上除了 然后写下你做过的事 她惊恐地把这支笔给我 我不能够这样做 我不能够改变圣经的内容 你就写吧 我说 反正你已经改变了上帝说的东西 你不是不相信上帝所指的对象 亦都包括你在内吗 她终于都明白 她向我眨眨眼露出了微笑 她总算是得到了释放 了解了这段经文是没有什么弹书 她对所有的人都适用 只要我们认罪悔改 她就必定会使剩我们所有的不移 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